传说中写好的剧本 NCC委员也没勇气自由发挥 完全照剧本眼关掉中天 如此粗暴 如此压霸 不公不义的过程 让前NCC委员汪小林 都忍不住站出来统批 不能接受 而且也很难想象 他们最后终于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不仅只是结束了一个新闻台 我觉得它也结束了 人民对于独立机关的信任 很多的民众 以及过去可能非常关心 台湾言论自由环境的学者专家们 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维权学者汪小林 现任清大通事教育中心 技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 眼看本该独立行使职权的NCC 沦为政府的打手权力无限扩张 汪小林直言 蔡政府只是想拔掉眼中钉 确实违反了过去大家 对于频道换照的一个惯例 其实卫星广播电视频道 它不是稀有资源 它是属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应该是要尽量的提供给人民 可以透过广电媒体来发生的机会 NCC本身的职责就是要维护言论自由 要保障言论自由机关的这样的角色 竟然做出了扼杀言论自由的这样的决定 NCC称经营者介入中天新闻声 但汪小林反批NCC才介入新闻台太多 尤其杀掉监督政府的中天新闻 后脚民进党派系撑腰的环宇新闻就踏进NCC 无缝接轨还超前部署 确实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为什么NCC才刚出来决定不久 然后马上就有频道在后面排队 我基本上是不能认同他们的做法 而且认为也在法律的程序上面 可能有未来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不顾一连串的审查瑕疵 NCC现任七名委员们 脸皮厚起来关掉中天 政治迫害毫不手软 汪小林示警 台湾已经进入绿色当国时代 记者黄家伟重阅台北采访报道 政治迫均 制作家在内蒙 福利店 这个家伯父 없掌红 新闻 监口 有